馬上來關心了 在台南有一間麻辣火鍋店 疑似發生氣爆 現場發出巨大爆炸聲 把民眾嚇壞 據傳當時是瓦斯航 阿伯幫店家換瓦斯 不慎發生氣爆 當場雙手被燒傷 而這個消防人員 趕到現場的時候急忙 幫他灑水降溫 還好沒有生命危險 火鍋店外的鐵捲門上 有大片黑色污渍 廚房裡一片狼藉 地上到處都是水 滿是垃圾 27號晚上7點多左右 台南市北區公園南路上 一家麻辣火鍋店 疑似發生氣爆 巨大爆炸聲把民眾嚇壞 根據了解 當時是一名瓦斯航的阿伯 要幫店家換瓦斯時 不慎引然發生氣爆 導致雙手燒傷 消防員接火通報後 緊急出動四個分隊 趕到現場 到現場的時候 該民民眾 他已經自行脫困到外面來 那我們也用消防車 對該民患者 進行灑水做降溫 有9% 2度的燒傷在右手臂 傷患的意識清醒 沒有生命危險 消防人員將他送上救護車 前往醫院救治 也幸好珍惜意外 沒有造成其他人員受傷 至於氣爆的起火原因 還有再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得蘇一庭 姚文華台南報導 加坡 視職